我是月月為家辛苦 月月忙的月薪娇妻季晴 我是人見人愛 車見車載的 待玩後行夫 佩蓁 因為你偏做哈雷嗎 對啊 一定要被載的 歡迎大家來到 媽媽好神之族女家務事 剛剛大家看到我們這個簡介 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內容 真的是包羅萬象 也包括今天大家最感興趣的 想問一下說小禎現在的狀況是 節目名稱是俗女家務事 不是小禎家務事 是這樣是不是 會叫俗女家務事其實很簡單 大家想到俗女就是雅俗共賞 所以俗中戴雅雅 中戴俗 不管你是要看氣氛 看氣質 都可以在我們俗女家務事裡面 找得到答案 沒錯 不過今天 非常謝謝有這麼多的媒體朋友麗麗 然後其實我們東森道場的長官 也非常的多 對 要來歡迎呢 感謝我們的台長宣子姐 還有我們的財務長全協理 以及我們節目部呢 我們的創歌資深協理 謝謝所有的長官們 給我們歷齡指導 沒錯 所以啊 這個媽媽好神之族女家務事呢 以後會在每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 在東森超市33頻道 為大家提供生活當中 各種各樣的資訊 要幫大家解決很多疑難雜症 所以我們在節目當中呢 會邀請非常多演藝圈的好朋友 來跟我們分享 他們的一些生活體驗 然後呢 也有邀請到很多的專家 到節目當中 來跟我們分享很多生活資訊 對 重點是我覺得內容啊 的確是我們這些俗女們 一定非常需要知道的 像是啊 你的一個生活經驗 財務上的累積 還有呢 那個小孩子的健康和教育 甚至呢 公婆的奉養 對不對 婆媳之間的相處 所以真的舉凡從小到大 從上到下 都會幫大家顧到 所以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涉略的範圍族群 非常的廣 比如說你現在可能單身的啦 或是有想結婚的啦 或甚至有一些朋友 可能想離婚 也不知道怎麼樣 財產分配比較好的 都可以收看我們節目就對了 對 所以等一下小禎下飛機 我就會叫她說 一定要看我們俗女家務 可以幫我們直播一下嗎 她現在正在飛機上好不好 等一下等她下飛機 我們馬上來進行SNG連線 但是俗女家務 是其實是我們兩個的組合啊 那不得了 因為我們第一集錄影的時候 其實所有來參加節目的來賓 都說 你們這節目錄影 一點都不像第一次啊 哪有錄影那麼順的 時間完全沒有延遲 為什麼默契這麼好 是有原因的 對 我們從明末清出 其實就合作過了 沒這麼直升 我們其實真的是從少女合作到少婦 我們以前有合作過一個綜藝少女組 然後到現在當少婦了 一起可以合作 俗女家務室 會不會我們講少婦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媒體朋友在想說 你確定我們兩個是少婦 是吧 大哥 大哥人多好 他在講 好 請在 好 我覺得重點是 很多人私底下都會問我們 或是我們的粉絲朋友 都很羨慕我們就說 妳跟姬妹妹其實啊 我們的生活上面 我們的確 都算忙碌的媽媽 很忙碌 對 我們事業家庭全部都要兼顧 那如何呢 把家庭也顧得好 對 把老公也看刁刁 然後 這很重要 事業也OK 大家很順利 對 小孩也要照顧好 對 我覺得全方位的媽媽 真的不容易 我們很不容易 因為我們不只剛剛講的這些 我們還要掌握財政大權 都去上課了 對啊 為什麼就是 才當念什麼財經 就是要把老公的錢拐回來啊 是假的 沒有 把它掌握好 做好的理財規劃 這些都很重要 然後我們剛剛 所有聊的這些內容的 都會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對 我覺得我們節目的宗旨 其實很簡單 就是希望我們身邊 所有的這些偉大的女性們 辛苦的女性 最後都可以跟我們一樣 走向幸福成功的道路 沒錯 所以謝謝大家今天的莉菱 然後也記得 一定要幫我們好好的介紹一下 我們的新節目 對 媽媽好神之 俗女加勿式 謝謝 這麼有默契 讓我們來看看 他們的默契大考驗 我們兩個要考試哦 有默契大考驗 一定要的 好 你有信心嗎 老實說嗎 有點薄弱 準備好了沒 好了 好 讓我們來第一題的考驗 好 請寫下 對方老公的姓氏 要加上第一個字嗎 當然要的 這也太簡單了吧 C題 其實我們兩個真的滿有緣分的 是 好 我們要公布答案囉 來 請亮 答 王啊 對啊 王人府誰不認識啊 王作作嘛 對啊 我們兩個都很巧 都是王太太 對 而且呢 還有我們的老公 都是處女座 對 然後我們兩個本人 都是 牡羊座 巧了唄 巧了哈 好 這就很有默契啦 就是 這個生出來就有默契了 那我們進行第二項考驗 生出來就有默契 一定要做一點功課的啊 對啊 公平 請亮 答 而且我們兩個的生日 居然只差一面 就差一面 對 都是米洋家 對 她是十五 對 妳十六 所以以後我們生日就是一起過啦 真的耶 跨十五就是妳生日啊 對啊 而且這樣老公比較省啦 一起辦 我覺得要先讓他們知道準備什麼 我想講一下 你可以請你家老王帶一下我老公嗎 可以啊 那很久沒送我禮物咧 有需要愛馬仕嗎 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一題 比較私密的題目 請寫下對方的鞋號 這真的有點難 但是因為我曾經有穿錯過你的鞋 我知道你一定比我小 鞋號很好猜啦 不是問那個胸圍 好 鞋號可以 好唄 鞋好了 準備好了嗎 這是我的 媽媽 寫著我的 好唄 請亮答 對嗎 對 二三點五 妳二四點五 對 我就長比較大 對啊 我們一起錄影 身體都答對了 我們這個默契 也太厲害了吧 真的啊 這時候不是應該來點掌聲鼓勵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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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記者會不會只有這樣囉 還有什麼 還有 那我們歡迎神秘嘉賓 神秘嘉賓 在我們兩個的人生當中 還有神秘嘉賓這位是 小鞞下飛機啦 這應該是你今天心中 最想看到的吧 這才是我今天最大的驚喜吧 好緊張喔 神秘嘉賓請出場 神秘嘉賓 神秘嘉賓 好棒喔 你很好 我也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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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好 開心喔 這是那個老王的代表 老王代表是不是 對啊 你也太貼心了吧 好久沒送我花耶 因為你好像花會過敏 而且你兩夫妻好像真的很不熟 她常常問佩甄就是 比如說今天的行程 她說我又不知道 然後她也完全都不知道你 你也不知道她 因為我有時候也不知道 我自己的行程 但是我其實跟她滿熟的 我可以 跟她滿熟 妳跟她的手邊正常 要看 這不是應該發生很細嗎 妳現在戳破代表或許會有正面目嗎 有 然後而且我 我可以證明 就是我提醒妳 提醒我 對 我提醒妳一些事情 然後妳就會知道 我跟她其實滿熟的 好 妳要提醒我什麼事 就是說 因為她是一個表面上 我怎麼感覺有老師要來跟我講 很可怕 妳要講什麼 她表面上個性很開朗 但她事實上 其實心裡很陰沉 沒有 她心裡 她其實也真的很開朗 那 那 但是 但是她平常有時候會忘東忘西 好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媽媽的 對 因為我們事情真的太多 妳又都不在 而且妳不是很開心 我忘記妳的行程嗎 對 妳多自由啊 然後 所以她會用 就是她如果一忘記東西 她就會用一些表情來掩飾她忘記東西 對 我想試試看 比如說問她說 那那個 小孩等一下是要去補習嗎 就是用乾笑來帶那個時間 那我也試一下好了 請問一下小禎現在感情幸福嗎 她過好久 真的 她過好久 真的記性不太好 忘東忘西對不對 她是會容易忘 所以 我覺得小禎下飛機會殺龍門的感覺 剛才我在飛機上 你們兩個在胡說八道什麼 那個 文慶妳等一下 那個回程班機幫她Cancel 好 不要回來了啦 好 說如果忘東忘西 那我還要注意什麼 所以就是說如果妳主持 妳們她講到一半 不講話 大笑 對 妳一講一個東西 妳覺得該輪到她 她卻開始笑 那我就會 兩個一起笑 對 妳剛剛幫我接下去 沒有妳就要幫她接啦 對 沒問題 因為既然我們是最有默契的搭檔 所以一定要互相幫忙 互相扶持 對 那妳有需要就是 在感情上面 有需要我協助幫忙的地方嗎 有 沒有 沒有 就是說 婚姻諮詢 就是說因為我比較常不在家 對 對 那所以說 那我知道那個 幫妳注意一下有沒有其他人 進出妳家 不是 譬如說快遞啊 修水店 不是 就是說 所以妳有時候在她面前 不能表現跟那個 太快樂 太好 說黃仁甫太好了 怎樣 這有點為難我 因為我們是那種發自內心 很自然而然的就會甜蜜的人 甜蜜就 對啊 OK 好 那我先告辭啦 沒有啦 今天真的很謝謝 做做來現場幫我們加油打氣 沒有啊 然後我要祝那個 祝這個節目 對 就是祝福這個節目 現在這個是淑女家務室 對 那我希望 就是我們的孫子都可以看到 阿嬤女的節目 對 所以 所以我們節目如此 少女都那個 少父 少父淑女 然後接下來要當阿嬤也要主持 對 就是說可以從淑女家務室 主持到阿嬤大小事 哇 太好了 好 謝謝桌桌 謝謝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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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因為我今天只有我來 那不行 對啊 害我都傻了 對啊 對 所以我也特別 她老公是怎樣都不愛我了 沒有… 她是愛妳的 所以她特別拜託我 幫她帶她的那個 祝福過來 真的喔 還有我老公的祝福喔 對 來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王仁佛 我是佩甄家隔壁老王 也是季情家的老王 老王在這邊要祝福兩位淑女 新節目可以收視長紅 而且兩位的合作 相信一默氣十足 因為上一次合作 到現在已經相隔了18年 從少女 現在變成成成熟 而且重點是 真情的雙人組 希望大家呢 可以多多支持 那在這邊也要請這個 佩甄要多擔待一下我太太 因為我太太呢 身體狀況呢 是需要一點休息的 所以呢 可能早上要吃點早餐 然後呢 要睡午覺 然後呢 不能穿高乾鞋太久 然後呢 有的時候呢 可能腦筋也不是很好 然後呢 下午要吃下午茶 那晚餐的時間呢 也要吃好料的 如果佩甄姐可以的話呢 要多多照顧一下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相信你們家呢 這個尼斯啊 也是非常有名的 那可以讓我老婆 變得漂漂亮亮的話呢 也請妳多多關照 重點是 要祝福 淑女家務士可以收視長紅 謝謝你們家的老王 對啊 我老王還交代妳 要把我變漂亮 這畫中有帶畫的喔 意思是說現在怎樣 有一點絕對不滿足 一次是水尬耶 對啊 沒有就是別人家的都比較漂亮 他的意思是 有這樣嗎 你這樣補一條 我覺得你老公剛剛是不是 暗暗地想要讚賞我的意思 我覺得他 他的職業病 想做生意就這樣 沒有耶 我的...你們誤會 我的意思就是說 像我看我就覺得 季晴就比我們家的漂亮 等一下 對啦 妳可以不要當著我面講嗎 妳確定妳今天晚上有要回家嗎 我們晚上還有手術啦 所以說可能會晚一點 他的手術應該是把自己眼睛戳下 妳這為了我老公剛剛一個祝福 犧牲滿大的 我覺得老王真的很關心我的健康 因為大家都知道 季美之前生病啊 真的很辛苦 然後對 這每一點我們都要把它顧好 真的 其實我老公剛剛整個講完之後 重點照顧我只有一件事 就顧好我吃 吃飽就好了 我們沒事 我們的那個休息室裡面啊 就是 因為第一次錄的時候 還不太清楚什麼狀況 就發現一走進去 怎麼做滿坑滿骨的零食 到了便利商店了是不是 對 然後知道季美就是很愛吃零食 然後或者是不能餓到 對 所以這個一定我們要把它顧好 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彼此的需求 以後會好好的照顧彼此 然後最後會被我們兩個手牽走 走 走向新人生 對 你們老王就去忙你們沒關係 好 謝謝做過 謝謝好 你剛剛叫我不要在面前 那親密我要來一下 親密我要來一下 親密 他都嚇到了 就是今晚九點 中心超市深深頻道 媽媽好神之俗女家務室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室 跟上潮流社會室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室 還有時尚這檔室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室 趕快來訂閱 趕快來訂閱